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 研究我是贯彻意见 北京家参加海仓台商投资区党工委 区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2017年厦门港全球排名升至第14位 今年1月份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10% 港口生产迎来开门宏 温馨小服务温暖回家路 新春走机层 记者带您走进春运铁路志愿者 市商务局启动肉菜调运奖励政策 保障五市春节期间肉菜产品供应充足 今天是2018年的2月3号星期六 农历12月18 我们来看今天下时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裴金家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我是贯彻意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牢牢把握当前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进一步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总体要求 重点任务工作方法 为我们坚定不宜将改革进行到底指明了方向 省委常委会就全省抓好学习贯彻提出明确要求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学习领会 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三个不能变的改革方向 切实推动思想再解放 改革再深入 工作再抓实 会议强调 要切实解放思想 强化改革审明担当 进一步高举改革旗帜 增强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 勇于跳出惯性思维和条条框框 克服部门利益彻肘 推动改革取得扎扎实实的时效 要注重突出特色和重点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持续推动具有厦门特色的制度创新 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多从百姓关心的问题上找突破口 下大力气补齐民生社会事业短板 增强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 要狠抓任务落实 坚定不移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照中央省市确定的改革事项 对标时间进度和目标要求 把之后的工作找出来 加强调查研究 深入分析制约改革进展的问题和障碍 摸清矛盾和困难 突破难题 攻克难点 各部门主要负责统治 要亲自抓改革 把责任和工作坐深坐实做好 要创新督察机制 改革督察方式 促进改革落地见效 会议厅取了全市2017年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总结 研究了2018年改革工作要点等事项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裴金嘉 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 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以及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精神 研究我是贯彻意见 会议指出 全市政法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扎实做好我是政法宗志各项工作 努力营造安全的政治环境 稳定的社会环境 公正的法治环境 优质的服务环境 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统治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于加强新时代 政法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 要扎实推进平安厦门建设 巩固提升保障厦门会晤的 好机制好做法 运用好诠释基础信息 大派查的成效 充分发挥公共安全 信息化平台作用 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 社会化 法治化 智能化 信息化水平 要认真组织开展专项行动 坚决打赢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 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 和基层派赢结合起来 整治黑恶群体积 及保护伞绝不手软 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 对政法工作的思想领导 政治领导 组织领导 逐力增强工作预见性 主动性 保持和巩固社会治安良好态势 会议传达学习了 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 做好权势统战工作 要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统战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工作主线 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不断增进维护核心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 要全面把握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新特点 新要求 新机遇 提高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坚持问题导向 立足厦门实际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创新统战工作方式方法 全面提升统战工作水平 要切实加强党队统战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要把统战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充分调动各方力量 共同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 各级统战部门要严格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更好地发挥参谋 组织 协调 督促作用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裴金佳 参加海仓台商投资区党工委 区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前 裴金佳详细审阅了 海仓台商投资区党工委 区委常委班子和个人的对照检查材料 对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 进行指导 会上 市委常委 海仓台商投资区党工委书记 海仓区委书记林文生 代表台商投资区党工委 区委常委班子做对照检查 班子成员分别做了个人对照检查 相互间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裴金佳说 海仓台商投资区党工委 区委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前准备比较充分 查找问题具体深入 剖析原因比较深刻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开诚布公 很有辣位 整体措施具体明确 是一场质量较高的民主生活会 裴金佳指出 区委班子成员 必须带头加强理论武装 牢固受力四个意识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要结合海仓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 真正学生悟透 提高政治能力 确保上级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要以敢于较真的态度 扎实抓好这次民主生活会 查摆出来的问题整改 强化问题导向 持续改进作风 带头连接自律 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裴金佳强调 海仓台商投资区党工委 区委要坚决扛起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进一步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进一步凝聚盖世创业合力 要把这次民主生活会的成果 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劲动力 解放思想 敢闯敢创 提升本领敢于担当 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坚定不移抓发展 在促进城乡融合 改善民生福祉上进一步下功夫 努力推动海仓发展 不断取得新成效 市委常委秘书长黄文辉 省纪委 省委组织部 市纪委 市委组织部 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建 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会议 开展党组织书记 抓基层党建工作数值评议 听取2017年市政协党组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至落实情况 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落实情况的报告 在听取了各项党建工作情况汇报后 张建进行点评并提出要求 他指出 去年市政协党组机关党委 和各党支部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19大精神 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 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积极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 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管党治党更加严格 组织生活更加规范 政治生态更加风轻气正 机关党建和党风连政建设 取得新成效 张建强调 下一步要坚持政治引领 肃劳四个意识 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强化责任担当 紧密结合政协履职 把加强党建意识形态工作 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作为首要职责 根本职责 层层抓紧靠实 要助劳反腐防线 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抓紧抓实 认真组织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不折不扣执行政协各项制度 全力推动市政协政治生态 更加向善向好 市政协副主席高玉顺 黄学会 陈永裕 黄国斌参加会议 本台记者报道 厦门港口管理局传出好消息 今年1月份 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 完成88万多标箱 同比增长超过10% 港口生产迎来开门红 昨天上午 记者来到厦门港海润码头 长337米的美丽轮正靠在岸边 六台桥调同时开动 不间断地从船上卸下 一个又一个集装箱 现场操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艘美丽轮是美洲一般的 美西航线货轮 这次预计将为厦门港 带来2869个作业箱量 跟海润码头一样 进入2018年 海舱松雨 远海和东渡海天等码头 也是这样持续繁忙的景象 据厦门港口管理局统计 2018年1月份 厦门港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88.54万标箱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16% 实现了开门红 据厦门港务控股集团介绍 接下来 公司旗下的海润 松雨和海天等码头 将持续24小时 无休作业 春节期间也将和平常一样 保持运作 同时 码头还将适当放宽 出口过午的进港时间和数量 其冲经历组织资源 及时输运进口货物和集装箱 确保生产安全有序进行 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通过狠抓放管服等系列措施 厦门港近几年业务实现 逆势增长 发展数量与质量同步提升 2017年 厦门港已全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038万标箱的成绩 世界排名再近一位 达到全球第14位 2017年 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 完成1038万标箱 同比增长7.99% 增速在全国沿海干线港中 位居前列 依托一带一路 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和自贸试验片区建设 厦门港集装箱业务亮点频出 一年来 全港国际中转 内贸中转业务保持快速增长 成为集装箱业务量稳步增长的重要因素 同时 国际一流的港航营商环境 也增强了厦门港的业务集聚能力 2017年 厦门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2亿元 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主航道四期工程等项目完成并投用 确保世界最大的20万吨级集装箱船舶 全天候进出港 另外 降费和优惠政策也得到了有效落实 供免除或减免货物港务费 港口设施保安费 银行费共计6000余万元 船舶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绿色智慧港口建设稳步推进 完成了厦门港轮胎龙门钓游改电工程 松雨 海润 海天 原海码头 共10个集装箱驳位完成暗电改造 占全港50% 预计每年减排二氧化碳近万吨 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 PM2.5等有害污染物300多吨 2018年 厦门港将把工作重点放在寻求增量 保持质量上 以绿色港口 智慧港口为抓手 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5亿元 完成货物吞吐量2.11亿吨 其装箱吞吐量达到1060万标箱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新春走机层记者今天带您走进 厦门火车站的春运铁路志愿者 把时间交给欠钱 好的 我们一起来关注 年关将近 不少人已经开始 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今天是春运的第三天 我们的记者来到厦门火车站 带大家去认识一位铁路青年志愿者 一起去看一看她的志愿服务工作 由厦门开往杨州的动车 6582次列车 已经开始检票了 随着春运的到来 一大早 厦门火车站就迎来了一波旅客高峰 进站 取票 安检等各个环节都是人头攒动 一片忙碌 在取票窗口 记者见到了正在引导旅客 使用自助设备取票的志愿者小李 小李是厦门北站的技术人员 春运车站繁忙 她主动放弃了轮休 特地来到厦门站做志愿服务 早上八点半一上岗 她就来到了人员最为密集的取票窗口 很多年纪比较大的旅客 因为她对于这种现在很多互联网的设备 可能运用的不是很熟练 比如说她要取票 还是说要买票什么的 她操作比较慢 那我们可以引导她 然后帮她完成整个流程 取票的高峰过后 小李又来到后车大厅 协助这里的同事们服务旅客 春运期间 厦门站往江西四川湖南等方向 加开了不少朴素列车 往这个方向的旅客 很多都是来向务工人员 为了让他们回乡的旅途更为舒适 小李也把志愿服务的重点 放在了他们的身上 随时回答问询 不时为后车的旅客送上一杯热水 这些简单的服务虽说微小 但也让旅客的回家路多了一些温暖 临近中午 往重庆方向的快40684列车准备发车 忙碌了一上午的小李依然没有闲着 看到排队的人群中 有带着小孩和行李比较多的旅客 他都热心地帮上一把手 尽力让他们能够更顺畅地上车 蹲一脚下 蹲一脚下 往左边走 往左边走 大着小孩简直是 披衣奔运的 现在有志愿者帮忙 感觉心里比较温馨 小李说 春运期间 每天和他一样在火车站 参加志愿服务的志愿者 有五六十名 虽说大家放弃了休息时间 但都觉得很值得 他们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小小力量 为厦门站的春运带来更多的温馨和便捷 春节期间 这个客流量确实比平时要大非常多 希望我们能用我们微小的这些服务 能够带给旅客方便 让他们回家的路能够更温暖 更顺畅一些 本台记者报道 确实呀 志愿者们温馨的服务 温暖着许多人的回家路 我们再来看下条新闻 为了应对雨雪天气 保证五市春节期间 肉菜产品供应充足 市商务局于2月1号至3月2号期间 启动肉菜调运奖励政策 根据2016年制定的厦门市主要 副食品肉菜供应保障资金管理办法 我是在生产淡季 重大节日 灾害突发事件等 主要副食品供应紧张期间 对我是规模供应企业 给予一定的供应量补贴 以切实从源头上 稳定市场肉菜价格 安定市场汇集民生 其中 重大节日是指 春节正月初一前后各15天 规模供应企业 按供应紧张期间 所认定的供应量 享受供应量补贴 根据办法 今年春节期间 我是肉菜产品的补贴标准为 水叶菜每吨100元 这里说的水叶菜是指菜胆 油菜 生菜 空心菜 菠菜 芥菜 地瓜叶 油麦菜 线菜 铜蒿 芥兰 豆芽共12种 其余蔬菜每吨60元 生猪每头20元 并将根据灾害突发情况 事实提高补贴标准 本台记者报道 许多办理过涉税业务的人 都有一个体会 那就是现在办理这些业务 越来越方便 效率也越来越高了 我们的记者 从昨天召开的 全市国税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今年夏蒙国税将创新建设 电子税务局 实现所有涉税业务 都能在网上和手机办理 2017年 全市国税系统 共组织收入623.5亿元 增长15.6% 国税系统以深化放管符为抓手 落实减证减税 全年减免税118.4亿元 办理出口退税367.1亿元 网上办税率达95% 纳税人满意度位列 全国省级国税局第二名 今年 国税部门将推动信息系统提速 形成以金税三期为引领的 稳固先进的税收信息系统 创新建设电子税务局 实现所有涉税业务 都能在网上和手机办理 打造实体办税 网上办税 涨上办税 三大办税平台 进一步清理改进 各种涉税的证明表证和繁琐程序 今年年底前 实现要求纳税人报送的涉税资料 精简1分之1以上的目标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黄强出席会议 本台记者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市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下午 厦门市流动人口 卫生 寄生 关怀 关爱专项行动 及健康幸福过大年系列宣传活动 在同安区新民镇启动 启动仪式现场 市卫生寄生委与同安区卫济局等部门 为国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师范社区 全国流动人口健康企业 以及流动人口健康家庭代表 颁发荣誉证书 市第三医院等单位分别设立掌位 为到场的妇女儿童进行健康议诊 政策咨询等便民服务 据了解 本次专项活动将持续一个月 活动期间 全市各级卫生寄生部门将针对 本地流动人口主要健康问题 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企业 工地市场等场所 围绕合理膳食 职业安全 妇幼保健等内容 展开健康知识讲座和健康技能培训 引导流动人口学习掌握健康知识 及必要的健康技能 同时开展议诊咨询服务和政策宣传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为流动人口组织一次健康体检 我们还是在以往的政策的基础之上 这个还是加强对寄生 特别是当心家庭 以及一些私徒家庭的一个救助 以及这个关心关爱 加大这个扶贫 以及这个小额贷款 促进他们的这个生活上面的 进一步的能够得到幸福美满 本台记者报道 新春来临之际 小安大邓山头社区 心虚古宅社区 都迎来了暖心的慰问活动 各相关单位 为社区的居民困难户 送上春联及新年慰问品 在大邓山头社区书院里 省市寄生协会领导 为居民带来了新春祝福 并为社区24户困难寄生家庭 发放了共计3万元的慰问金 萧骏 邓浩等多位知名书法家 及协会领导 还现场为居民们书写并赠送春联 短短两个小时里 八位书法家就送出了200多幅春联 随后 省市寄生协会一行 还走访慰问了山头社区 两户尸毒困难家庭 据了解 省寄生协会 已连续9年在全省开展 送春联 送温暖 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为寄生群众送上祝福和关爱 而在新西镇古宅村 学习践行19大 志愿服务要新西 2018年迎新春 志愿服务下乡活动 同样暖人心 舞台上舞蹈 男音 送读等节目 让居民们拍手称赞 舞台下一简 一诊 配钥匙等志愿服务 为居民们送便利 此外 志愿者们还为 古宅村的50名困难户 送上了油米面 等新年物资 下面来看两条简讯 春节临近 连日来 师傅联集中走访慰问困难妇女 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市民丁女士 应患乳腺癌 在家休息 治疗费用 主要靠丈夫打工收入维持 师傅联的工作人员 为她送去了 四癌救助金一万元 据了解 今年的新春走访慰问活动 各级妇联组织 将走访400多户困难妇女 在慰问活动中 他们结合千名妇女走基层 党的温暖送万家活动 重点帮助贫困妇女家庭 解决实际困难 全市妇女干部 结队帮扶困难家庭 昨天下午 吉美区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 在后西镇安置房小区 永祥新城启动 工作人员向村民送去了 文化科技健康等普及读物 为群众书写春联 解答有关法律知识和问题 现场还制作了几十面宣传牌 将吉美区悠久的文化 和非物质遗产一一进行展示 据了解 吉美区三下乡活动 接下来还将在 灌口镇杏林街道开展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日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请关注厦门广电的 官方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会 再会